种豆芽菜让您的健康跟着您种的豆芽菜一起发芽吧 土,室内无土无药纯粹天然水耕种的豆芽菜 豆芽菜是市场上最有营养和用途最广的食品之一 这些微小的豆芽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酵素 对健康有很多好处 豆芽菜的热量和脂肪含量也很低,是减肥人士的理想食物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豆芽菜的营养价值和烹饪用途,以及它们对健康的益处 豆芽菜的营养价值 豆芽菜是必须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丰富来源 包括维生素C、维生素K、叶酸、铁荷蒙 维生素C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 而维生素K在血液凝固和骨骼健康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叶酸对怀孕期间的胎儿发育至关重要 而铁式红细胞形成所必须的 蒙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并有助于食物的消化 豆芽菜还富含有助于消化和分解食物的酵素 豆芽菜的卡路里和脂肪含量低 是那些希望保持健康体重的人的绝佳选择 它们也是膳食纤维的良好来源 可促进消化健康并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 豆芽菜也是很好的一种蛋白质来源 使它们成为素食者和希望增加蛋白质摄入量的 纯素食者的理想食物 吃豆芽菜对健康的好处 豆芽菜有许多健康益处 它们富含抗氧化剂 有助于减少炎症和预防癌症和心脏病等慢性疾病 豆芽菜中的酵素有助于消化 帮助分解食物 降低出现负胀 便秘和消化不良等消化问题的风险 豆芽菜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和预防感染 它们也是维生素K的良好来源 维生素K有助于血液凝固和骨骼健康 豆芽菜中的叶酸对怀孕期间的胎儿发育至关重要 有助于降低出生缺陷的风险 豆芽也是膳食纤维的良好来源 可促进消化健康并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 它们也是一种低热量食品 是那些希望保持健康体重的人的理想选择 豆芽菜的种类 市场上有几种豆芽 包括绿豆芽、黄豆芽和黑豆芽 绿豆芽是最常食用的豆芽类型 广泛用于亚洲美食 黄豆芽比绿豆芽稍大 味道为甜 黑豆芽也同样具有丰富营养与美味 豆芽菜的烹饪用途 豆芽菜是一种用途广泛的食材 可用于各种菜肴 它们常用于亚洲美食 尤其是炒菜、汤和沙拉 豆芽菜也可以添加到三明治 卷饼和榨玉米饼中 以增加口感 它们可以生吃或煮熟食用 其温和的味道使它们成为各种菜肴的理想添加物 不同菜肴中的豆芽菜 豆芽菜常用于亚洲美食 尤其是中国菜、韩国菜和越南菜 在中国菜中 豆芽菜常用于炒菜和汤 它们也被用于著名的中国菜砸碎中 在韩国料理中 豆芽菜用于一道名为Kunnamoguk的菜 这是一种豆芽汤 在越南菜中 豆芽菜用于著名的越南菜 如何再加种豆芽菜 豆芽菜很容易在家里种植 需要的设备最少 要在家里种豆芽菜 您需要一个罐子或容器 一块布和一些芽菜用的豆芽菜种子 将豆芽菜种子浸泡在水中8到10小时 然后沥干水并将种子放入罐中 用一块布盖住罐子 将其放在黑暗阴凉的地方 每天用水冲洗种子两次以上 并沥掉多余的水 三到五天后 你就可吃到新鲜可口的豆芽菜 食用豆芽菜的安全注意事项 豆芽菜通常可以安全食用 但您应该牢记一些安全预防措施 在食用豆芽菜之前 一定要彻底清洗豆芽菜 以去除任何细菌或污垢 豆芽菜也应在购买后几天内食用 因为它们会很快变质 孕妇、幼儿和老人应避免食用 深的或未煮熟的豆芽菜 因为它们更容易患上食源性疾病 市场上的豆芽菜哪里可以买到 豆芽菜在市场上随处可见 在大多数菜市场与生鲜超市的农产品区 都能找到 它们也可以在亚洲市场或健康食品商店购买 购买豆芽菜时 要寻找新鲜脆嫩 没有变质或变色迹象的豆芽菜 结论 豆芽菜是一种营养丰富且用途广泛的食物 具有多种健康益处 它们是必须维生素、矿物质和酵素的丰富来源 有助于消化并促进整体健康和福祉 豆芽菜的热量和脂肪含量也很低 是减肥人士的理想食物 它们很容易在家里种植 可用于各种菜肴 所以,今天就在您的饮食中加入一些自己种的豆芽菜 让您的健康跟着您种的豆芽菜一起发芽吧 延伸查阅 种豆芽菜的方法与常见芽菜育苗全攻略 或请自行网搜 太平洋芽菜种子问与答 常见问题解说Q8 会有您满意的答案 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 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 网络搜寻太平洋芽菜种子 得到购物 优优独播剧场 稳定的币 这个时候就在内心上 本来是在家简单中 我们在家简单中 换成的 正在温暖的 优优独播剧场 我们在家简单中